近年多了很多人去买ETF 原因都来不可能因为我不懂投资 可以一蓝指去买入股票 方便和入场门蓝梯等等 当然ETF的好处是很多 架接为了一些基金的行业 带来生意和收益 不过作为省户投资者 其实到底应该买ETF好 还是买个股比较好呢? 大家好 欢迎收拾两集的Trading Secret I'm Loken 今集我就以一个个人的亲身经验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省户投资者 到底应该买ETF好 还是买个股比较好? 但我先带着头盔 因为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并不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买卖建议 所以大家投资的时候 无必要行为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才会作出买卖决定 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ETF分了两种 就是被动营和主动营 被动营就是跟踪股市指数 行业指数或者个别的资产 主动营就是为了追求 考验股市指数 而可以投资在各类的股票 债券和其他投资产品上 当然两种ETF也曾经买卖过 坊间很多人都教你打造财务自由 其中一种最好的工具 就是用到ETF 就算是股神巴菲特 也曾经叫来买ETF 当然我不反对其他人买ETF 但问我今天会不会再买呢 如果你有去选择的话 我就不会再去选择买ETF 而是直接自己选择 去组合自己的个人投资组合 这个决定 我从中入iBand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原因是因为一次买ETF 我发现了一个不 买ETF的主要原因 就是可以以一个小班 作为一个一男子投资 虽然现在很多ETF都公开了 他们要投资些什么 但无法避免就是他们要为了排量之所 同样要拉近同行ETF的表现差距 都会买入市场升幅多和成交次略的产品 不过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 对于近期很多主动营的ETF大量资金涌入 都会透过期权和调期来锁定 简单来说就用了一个杠杆 由于ETF并不像一些聪明钱 或者大型基金那样 会在一个低位的草仓 而是有资金的时候 买入他们的ETF 就必须去市场买入一些追踪的资产 有人沽出ETF就要在市场沽出他们的资产 简单来说就是市场上升或更升 跌成更跌 其实和我直接在市场买入一些龙头热炒股 是无分别的 那现在我仍然要买ETF 还要额外支付一笔的股利快呢? 还有另一类就是在海外上市的ETF 我们既要考虑到回路风险的问题 都要考虑当地政府的抽税问题 因为我本身居住在香港 你以为在香港买ETF的税低是没什么 但是有些地方就因为有投资增值税 即是直接和投资收益有关 那为什么美国失业率会那么高呢? 其实是和当地的投资市场有关的 他们每手的股数低可以一股一股地买 很多美国人都依靠着手持 可能几千至一万美元的美元 每天在股票市场进行一个炒卖 希望赚到一千几百美元的话 就可以能够过上一至两百日的费用 针对着这个问题 所以当地的投资交易增快都会比较高 而ETF的公司当然也会将这个费用转价给投资者 另一样的笔就是你所投资的上市ETF 它的股价上升幅度高于这支基金 所购买的资产上升幅度 也就是所谓的日价 这个是市场上比较多人分类一点 以为看着它买买的ETF的股价上升就可以 当然你这一刻买第一刻就沽 就未必可能有太大的影响 但现在方很多人都教你 都是一个长线持有为主 而ETF的管理公司 除了可能会每天重行一个资产调整之外 每一季都会做一次比较大的调整 即是若果ETF的面价日价过于高 而管理公司并不会在市场买那么多的资产 而是会透过市场的操作 它返营新的股份单位 并且向市场直接沽售ETF的股份 将这个日价收回责 旧的持有的人便会被贪博 除此之外 因为很多ETF的囚集资金多 会为了要弥补收益不足 都会买入不少的企业债收息 以供应ETF本身的资金流的需要 但这些派息未必会回到投资者身上 即是借了投资者的钱 去管理公司增加回报的可能 但风险就由投资者承受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 因为我曾经试过中伏 买了ETF已经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了 早在五年前的惠港通已经是在香港起立 当时因为冲劲北水南下 同时冲劲境内资金大量流入A股 除了QF之外 最多人透过就是买入A股的相关ETF 希望可以踩上这些不望神州的列车 当时的追踪A股的ETF 就因为大量的投资者买入 导致日价超过了3% 但谁知道惠港通开始不久了 就发生了内地企业债远环环约 之后有些追踪A股ETF 就因为持有相关股份 同时也持有了不少企业债 导致相关ETF的价值被重股 当时不少的A股相关ETF 就连续跌了5个交易日 价格由高位下跌超过30% 基本上将过去两年的升幅 在短短5个交易日里面就完全抵消了 后来我就更加发现原来市场上不少的ETF 里面的成份有四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都是一些结构性的衍生工具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透过ETF所谓的分散投资 其实都只是帮我们用高高去买入股份 实际上的支撑价值 未必如我们买入的单位一样 就好像这两年的富有价事件 如果你买入的是石油ETF 即使中间出现一个大型下跌 以为长期持有最终能够回正常的水平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了并不是这样的 当然很多人都以为ETF的管理公司 是买入了石油的储备 但事件曝光之后 就被公开了原来这些ETF公司 都只是透过一些期货和期权杠杆 来间接控有这个资产 而不是直接控有这个资产的 其实到今天不少的ETF仍然是用这个方法 无事当然无事 但当有事发生 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以为很低风险的投资 事实上比我直接去买入一间公司的股票更加高 即是风险和汇报是不成比例 再次澄清我不是建议大家不要去买ETF 而是我更加要希望大家去买ETF之前 不要过分去相信ETF能够一直去买大量汇报 其实ETF就等于你买了一只普通的基金 即是分别在于基金的类型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 而且我个人只是觉得ETF只适合于两类的投资者 第一类就是完全投资的新手 即是那些刚刚开始投资第一年的人 因为入场门倒下 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投资买买的感觉是什么 第二类就是资本太多 又不想完全放在个别的资产的人 只要在市场没有任何突发的卡天台事件 买入了ETF确实是可以平衡到整个投资职 但并不是叫大家全部都可以买了ETF 而且市场上的ETF因为成交不弱 所以很容易出现一个脱价的问题 即是ETF的免价和买卖差距差距很大 还有一个值得提的就是 因为ETF并不是像这些风贵式基金 基金的资金是浮动的 虽然有人刻意地追击一只ETF 在市场上大规模地做人沽空 目前大部份的ETF管理公司都难以抵抗 因为当ETF的股价下跌至低于实际的价值 管理公司都需要买回他们的ETF 同时要将手上的持股减持 虽然沽空的力度过大 有可能会造成管理公司资金不足 而要引发市场资金断层的情况 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风险是基金破产 投资者蒙手的损失 但真正更重要的是 会严重地影响市场运作 为投资市场带领缺口 竟然触发更大的金融危机 比为早前的Black House的斩仓事件很严重 其实一只ETF虽然被追击 问题引发到的规模会是大10度或以上 而至于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投资经验的投资者 我个人建议无论如何 都应该对投资的行业和公司的股份 都应该有一定的形式 始终本来投资应该是不熟买的 所以看完今集 你会否重新对ETF有一个新的看法呢 又或者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对投资ETF的看法 因为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理财的知识和资讯的 如果你对投资感到兴趣的话 快点订阅我的频道 既然你觉得今集对你的投资有帮助的话 希望帮忙按个赞和分享 等更多人可以得到这个知识 今集就到这里 我是Roken 加油